又是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那麼在大年初跟全國觀眾朋友 在拜一個晚年祝福大家新年恭喜 那麼在今年行大運 那麼在過年這段時間 那麼大家可以感受到 那麼我們到底要不要有一條更高 這個高階的高鐵能夠讓屏東縣民 能夠坐上高鐵回家過年 那麼這個我想是今天 在大年初外的時候 特別邀請到屏東縣長 那麼潘縣長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麼他在這段時間 對於高鐵延伸到屏東 那麼他積極在力爭 而屏東的地方的議會 那麼也包括屏東的很多的青年 那麼大家都各組一個 這個要組一個團隊來爭取高鐵能夠延伸到屏東 那麼在這段時間交通部也做了一些評估 那同時交通部的次長他說這個高鐵延伸到屏東 如果用原來的台鐵的沿線 那麼大概花了九百億只快了九分鐘 那麼這個案子看起來不太容易過關 但是潘縣長今天有特別的 這個他帶了一些特別的看法 那麼要跟大家來進行溝通 我想我們今天要讓潘縣長來跟大家 來詳細了解一下 這個屏東縣在台東南台灣 他的特殊的位置 我相信很多人每一年都會到墾丁去度假 那麼大家知道你下了高鐵之後 那麼在坐一段車到了墾丁 在塞車的時候我坐過四個小時 所以要不要有這麼樣的一個漫長的旅程 那麼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那麼在訪問之前 我特別來跟大家談這段時間 我們先來看看在美國的總統 川普在1月20號 那麼正式登上總統大位 那麼在這段時間 其實大家看到川普的未來 他到底帶給什麼樣的這個世界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新的發展 那麼大家都在看 這當中我想 我選了這張照片 川普在擁抱美國的國旗 我相信他在這個當選的這個支持當中 他不斷的強調美國優先 同時製造業重返美國 那麼在這個製造業重返美國當中 我要特別介紹 這個他的白宮 這個貿易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Peter Navarro 這個Navarro寫了一本書 叫做致命的中國 那麼這個也是台灣 要高度注意的我們看到 Navarro是瓦灣大學的教授 他是川普的團隊當中唯一的大學教授 那麼他對台灣非常友善 那麼Navarro認為中國在霸凌台灣 這個台灣都不敢這樣講 那麼他是公開的講 那麼這個他寫的這本書 其實在書裡面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我們來特別看到台灣其實在這幾年當中 製造業在過去 我們大幅的這個流失到中國大陸去設廠 那麼Navarro上來之後 他認為製造業影響美國非常重大 那麼他從川普當選到他上任之間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一流的公司 大概都到美國去設廠 那郭台銘在過年前提到 這個鴻海考慮到美國去設面板廠 他在這個之前 他其實已經跟孫正義合作投資570億 要在美國投入新的這個投資案 那這當中我們看到 從這個孫正義跟這個郭台銘的投資之後 那麼也包括馬雲答應 要為美國創造100萬個工作機會 那麼川普接見科技界的忌迫 那麼讓IBM投資10億美金 之後大概是美國的汽車員 每一家都答應在美國投資 Toyota決定要投資100億美元 另外現代汽車要投31億美元 同時中國大陸的胡耀玻璃的曹德旺 他特別提到 他說在美國出的工資高 土地不要錢 那麼電力設備只有中國的一半 那麼天然氣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 在美國製造比中國製造要少10% 這是烘田要扎100億美元 在美國擴大生產線 那麼這個當中我們特別提到 Parmel在這個書當中 他其實如果大家有機會 拿來拜讀一下 各位都知道這個製造業 對一個國家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Parmel特別提到 他說製造業比服務業 更能夠創造就業機會 第二個他提到製造業 如果外移的話 那麼他連研發基地 也都跟著外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第三個整個工業內 被迫遷移到別的國家 那麼他認為在最大時間 中國是偷竊了美國超過一千萬個工作機會 那麼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這張圖是從這個2005年中國的外匯存體 第一次超過一千億美金開始 一路累積 中國到大陸變成世界工廠生產基地之後 到去年為止他的外貿順差 高達五千億美元以上 這當中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超過三千億 所以現在美國開始要準備要重新找回 這個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 那麼這個時候其實在民進黨執政的 這個小英總統應該思考一下 在過去這20年 台灣的製造業大幅流失到海外 那麼尤其到中國大陸 那麼這20年當中 大家可以感受到 台灣的這個處在低薪的狀態 最大關鍵是台灣的製造業 嚴重的外移 這當中我們現在可以了解 台灣在現在國內接單 海外生產比重已經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全世界沒有這樣的國家 那麼我們看到美國要把 要從川普來扶換製造業 重返美國 那台灣我們到底要不要製造業 這是台灣要非常努力來思考 那麼在這張照片特別提到 這是美國讀書的州長 那麼他自己在推特 把這張照片PO出來 他開了三個小時的車 在小英這次到中南美訪問的時候 特別去見小英總統 最重要的關鍵 那麼他是要力爭台塑的三期的投資案 那麼台塑在德州第三期計畫當中 他投了三十三億美金 那麼現在關鍵的第四期 可能他準備在路易斯安那裡 這個是三十三億美金的蓋場 那麼現在台塑決定在美國投資九十七億 那換句話說從三期到四期的擴建計畫 台塑投資美國超過一百三十億美金 那麼等於台幣四千億以上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的石化業現在幾乎人人喊打 但是美國是現在大力的爭取 這樣的一個講兩個同樣的不同的一個形態 足夠大家高度來注意 我們在看到川普現在對美元 他認為美元漲得太高了 所以應該要回扁 這個也是歷史上少見總統去關切這個會市 川普應該是在世界上的領導人當中奇葩 那我想今天我們在大年的出貨的時候 談到美國總統的對製造業重返美國他的看法 那我想台灣在新的年度 今年當中我們也希望台灣的總統能夠大家好好來思考一下 台灣的製造業 現在當全世界開始重視製造業的時候 我們希望台灣能夠把它從製造業找回台灣 原來過去應該有的生命力 好這個回來我們要特別介紹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我們潘縣長 潘縣長是這個非常知識的立化委員 那麼現在兩年在屏東縣縣長 他表現非常出色 我們請縣長跟全國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主持人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 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平安 我是潘縣安 好 這條高鐵大家都希望他能夠開到屏東 那高鐵從創建到今天為止 我們有看到中間他家的苗栗站 這個家的彰化站 家的銀鈴站 現在大家都在思考 到底高鐵有沒有價值延伸到屏東 那這條屏東是很多人講 他說我現在花九百億 如果這快九分鐘 那有什麼意義呢 我要跟全國的觀眾來來分享 大家都知道屏東很美很漂亮 每一個人講到屏東好漂亮 但是好遠 那都是這樣的一個論的一個論述 那整個台灣在整個台灣的一個國家 國土的一個一個整體的發展 除了剛剛主持人開中名義 講的川普總統的當選 他想為美國的製造業 帶來一些就業的機會 那我們很清楚 製造業一外出之後 整個會連根拔起 回不來了 那除非那你整個怎麼去投資 美國一樣 台灣要面臨的 整個該是整個國家的經濟 戰略的一個布局以外 那整個國家的國土 整體計畫的交通應路 應路 尤其大家很清楚的 很簡單的道理 便捷的交通會帶來快速的物流 人流 金流 甚至便捷的交通會帶動區域的發展 那而便捷的交通是要整個一個權限 我們看日本 他的行幹線 連同跳島式的連韓管北海道都拉上去了 那南下的到南九州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國家的整個戰略布局 但我們要看的是台灣 整個台灣本島 離島當然有他離島的需求 所以你說馬祖南竿北竿機場 有兩個機場 花東鐵路電氣化 這個都有他基本的一個需求面 那每一個縣市都必須兼顧 而不是一個交通發展 只看到都會 只看到台北 新北 這樣一個雙子星城市 所以那九百億九分鐘是台北人的看法 是嗎 那是這是一個完全沒有的數字 是 虛擬的 而且沒有詳細評估的 是 交通部次長正式道歉 而且交通部正式發文說沒有這回事 那這是他們在虛擬的一種 而且不知道怎麼流出去的 那有人刻意放話 那但是我要言歸證斷 來跟主持人跟全國相親來分享 台灣在本島上過去蔣經國十大建設的時候 十大建設裡面六項是從事交通重大建設 當初台灣只有一個華航公司 也為什麼要蓋國際機場 現在台灣國際機場 一起航下 二起航下 包括到建造第三條跑道 還不夠 以前國道的開闢的時候 在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七一年開始開通的時候 開始在籌建 從基隆到高雄 很遺憾的 一九七八年開通 並沒有跨越高屏西 那也沒有到屏東 屏東年的快速道路 都整整落後到陳水扁做總統的時候 所以那個山高的時候開始有了 國道三號 第二條高速公路衍生 才有一小段到屏東 整整落後了二十六年 而鐵道呢 我用一張圖表讓大家看就最清楚 而這是整整整個高速公路西部幹線 是第二條高速公路才開始有 而鐵路電氣化 全國鐵路都電氣化了 花蓮 台東都電氣化了 屏東的潮州到仿寮 還沒電氣化 要完全電氣化還要到二零二二年 這就是屏東目前的一個交通狀況 而高鐵更沒有到屏東這樣的規劃 我想我們先談到這裡 等一下回來 我看到有四條路線 這每一條他的成本效益可行性 等一下回來請縣長逐一的來告訴我們 比方說台鐵 你問這台鐵沿線 然後用台鐵另外一個架到 跟台鐵平行再架一條高鐵 還有一個是從燕巢 然後拉到屏東 那還有一條他說 是不是可以從左營站 開始拉到小港 再從小港到黃山 然後去接南回鐵路 我想這四條我們回來看 到底哪一種可行 我們今天其實沒有預設立場 也就是說怎麼樣給屏東縣民 大家有一條回家便捷的路 我想這個跟花蓮線在蘇花改 蘇花公路 這個大家想法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台灣今天 在整個城市的建設當中 我們對比較南邊或比較花東的這個部分 我們到底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達成他的交通便捷的目標 等一下回來請縣長好好針對四條路線 哪一條最可行 來跟我們觀眾朋友好好詳細來解析一下 好不好 稍微回來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接下來請教縣長 我想這個在這段時間討論 我稍微看了一下資料 就是說大家在討論 第一個你用高鐵的原來的架構 跟著高鐵走 然後號碼改變 那麼就改成這個台鐵就改成高鐵 另外一條是平行 跟著台鐵的線路 包括山洞這些基礎建設 再架構一個高架的 形成一個新的高鐵 那第三個就大概到台南以後 到了燕潮機場 再從燕潮機場轉到屏東 那這是第三條 我想現在好像對這第三條是 比較青睞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到時候營戰 再直接拉到小港 再從小港到方山 然後接南會鐵路 那我想這四條線 到底哪一條對屏東最可行 我想我要跟主持人 跟全國鄉親來分享一下 高鐵燃園這個議題 不是最近才開始 很久就講了 很久 我在2005年進到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高鐵還在興建 對 那時候很多人罵 說高鐵將來是廢鐵啦 高鐵開通之後 就變成蚊子槍 車廂啦 怎麼樣怎麼樣 當初是這樣的一個氛圍 那那個時候 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就講很納悶的 為什麼高鐵只有 一直只有規劃 從臺北到走營 而沒有到屏東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的 在立法院的提案 要求怎麼樣讓新走營延伸到屏東來 所以我要特別請導播給我一個 所以那個時候2007年交通部 在我們的提案之下 就有一個規劃案 在2007年9月10號評估出來 高鐵跟臺鐵共軌共構的一個可行性評估報告 而這個報告裡面寫得很清楚 怎麼樣共軌怎麼樣共構 這樣第一條就這個 對對對 那可行性裡面一直都可以 一直到二一零年 我們也都從經建會主計處 包括這個公共工程 沿用德國 日本行幹線跟捷運 跟鐵路 這樣的一個路線 從經濟效益評估全部通通有 這些都是2007年9月份 在我們當初的立法案提案裡面 所做的決議開始的評估報告 是可行的 但有一個歷史過程 就08年政黨輪替之後 在一次的 在二零一零年國土計畫 整體規劃裡面 我們在經建會的主決議裡面做了 他們也認為可行 經建會也認為可行 但二零一零年有一個歷史背景 一定要讓大家清楚 在毛治國當交通部長的時候 就變不可行 變成他在跟高鐵局 臺鐵局 原來還是高鐵局 臺鐵局這一幫人 決定認為說把新走營拉到 新走營拉到高雄市火車站 拉到屏東或潮州內 不懼經濟效益不可行 所以暫緩了這個案 所以那就無幾何衷了 對 就在一零年的九月 一零年的九月十號 這個就這個共軌共過就被停掉了 那我們還是不放棄 還是一直希望能夠再研究 能夠再評估 那那個時候整個高鐵臺鐵的這個共軌案 是按照這個當初的規劃 隧道是由高鐵的隧道十點五五米高 高臺鐵的隧道是九點五米高 當初也預留空間一個窄軌一個寬軌 那大家鋪設鋪設軌道一個倒渣一個倒軌 那另外一個就是機電設施不一樣 怎麼樣共軌共過 當初在2007年都可以的 那遺憾的是等了八年 沒有辦法 輪替掉了 好 我們期待的是這一次說能政黨輪替 而且蔡總統也宣誓 蔡總統是屏東人 對 蔡總統宣誓 20017年是台灣的整個重大交通建設裡面 鐵公路的一個整合的一個重大的建設的元年 那很遺憾的是在總交通部長 在元旦的時候對媒體講話說不具可行性 甚至沒有必要性 這個傷了很多屏東人的感情 從他短期部類優先 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所公佈十九項裡面沒有一個屏東的 那第二個我要特別提的是 當初怎麼會 而且更比較可惡的是丟了一個什麼九年九百億 九分鐘才省九分鐘九百億 其實這些從來沒有到過屏東的人 你單單換車整車都不只九分鐘 從屏東不管鐵路公路都要五十分鐘以上 那如果到其他鄉鎮更遠了 如果到恆春可能要兩個小時以上 到到這個左營 所以這樣這是一種傷害感情 那至於剛剛主持人講的路線 我要特別要提的是路線 原來這個是不是導播可不可以問一下 在新左營是在這裡 新左營在這裡 原來如果循著臺鐵路線共軌共垢是走這裡到屏東四十二多公里 後來他們認為說共軌共垢不可行 好 這是一個假案 不可行也沒有關係 你從事再研究 我們希望是他又提了第二個案 新左營拉到屏東 就是拉一條新線到屏東 二十二公里 第三個案從燕朝不進左營 直接拉一條線到屏東 十八點四六公里 那就要從台南就要拉出來了 對 他因為他一定要到燕朝 燕朝是他調度站 所以這是最短的 距離最短 也最省錢 十八點四六公里 然後來銜接國道系統或是台鐵系統 這個我們要尊重 專業評估 就銜接的鐵道系統 我們也做了因應 把臺 屏東整個 因為狹長一百二十幾公里的長 把屏東的火車站 已經做轉運站 已經施工了 潮州轉運站 紡寮轉運站 恆春轉運站 包括東港水門的轉運站 都已經 屏東縣城 已經完成規劃 我們要用 因為有這樣的主動賣進來 才能有資賣 才能有微血管的一個擴充 但我們要求的這個評估報告 現在人門都沒有 連評估都不評估 就直接用這種冰冷的一些話語把你否決掉 而且也尚未真正進行做科學的評估 現在才答應說立法院做出民委員提了一個主決議 在總預算審查裡面提一個主決議 要求兩個人去做評估 你最起碼把土地 財政法律各方面的或是地址等等去做一個評估 那我們其實我們做專業評估 根本不用到三百五十億 連同暫體連同整個 但為什麼有九百億現在變成三百五十 這個就是陰謀 這個還沒做就把你污名化 甚至說炒作土地 其實沿路從燕潮下來到屏東 都是台唐的土地 公有土地 那是怎麼去炒作 燕潮那段最短 對 是十八點四六公里 那你從新走人再拉一條線 我們認為那個費用會比較高 而且進市區 反而在施工上會很慢 那你整個從新從燕潮 他幾乎段是一定每一幫火車要到燕潮的 因為他是一個調度站 而且一個總機場 就是說高鐵進來到 所以到台南站再往前 另外一邊開到 燕潮之後右轉這直接性走 直走你就拉屏東 這是最快也最便捷的 但是他們從不去做詳細的評估 也忽略了大概屏東 他在用所謂經濟效益 我不知道什麼叫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 如果是所謂的經濟效益 完全只能國家重大監量 只能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因為六百多萬人 人口最稠密 但不要忽略了 我要跟主持人講 台北到南港只有九九點二公里而已 要往北沿嘛 為什麼你可以北沿不能南沿呢 台北到板橋才七點二公里 你就可以有兩三個站 那難道南沿屏東是這麼困難嗎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很不以為難的地方 所以一個評估報告 好南港的土地比較貴 所以你打隧道發了那麼多錢 然後到那邊只有九公里 你北沿甚至到基隆我也沒意見 但我們屏東八十四萬人的需求 不具經濟效益嗎 屏東也是在交通部觀光局所公告資料裡面 一年觀光人次高達一千零二十八萬人 這麼多的觀光人次 這就沒有經濟效益嗎 這當中等一下回來 我要請教縣長就是說 因為屏東在過去來講 比方說在阿扁時代弄一個恆春機場 後來變文治管 那大家會覺得說 我現在就是說在高鐵的通車上面 因為在幾個站 現在大家會覺得說 你看那個像彰化站 那個田中站 看起來效益不大 那以你我覺得還好 那苗栗站是情況看起來更嚴重 就是說在那個站都增加 增加幾個站 他並沒有實質帶來效益 所以大家會想說 高鐵如果延伸到屏東 到底他的載客量有沒有辦法來支撐 高鐵的營運 還是說我們只是為設站 我設站 這等一下請縣長來跟我們觀眾朋友 好 來解釋一下好不好 請 召回來 好 這個高鐵要不要攔沿到屏東 我想最近其實我在網路上大概塞了幾個文章 第一篇有人從這個觀點的投書 他說屏東高鐵新的契機 回復百年前交通的榮景 他把那個屏東線的發展 這100年來過去的屏東市交通動線是非常發達的 所以他也提到這個蘇尊昌老縣長 另外在這篇文章當中 他提到高鐵南延屏東的社會機會 另外這篇文章提到高鐵延伸屏東 是南臺灣發展關鍵的鑰匙 這個是現在大家可以感受到 地方有非常強烈的需要 那這當中剛剛這個縣長提到高鐵的南港站 這個王北延 那現在到底南延我們到底困難會在哪裡 那剛剛特別請教縣長就是說 我們曾經在屏東有很多建設 但很多變成文字館 那這個現在的情況有沒有將來高鐵在南延之後 有更大的它的商機 這我想是能夠說服社會大眾高度來支持一個重要的關鍵 還有一個替代方案說 可不可以把那個高鐵現在從大寮站拉到屏東 大概這個也是一種替代方案 那縣長有什麼看法 首先我就高鐵的部分 當然我們樂於看到高鐵來到屏東 但高鐵捷運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一個這個近距離的 近距離的 而且也是一個載運的 快速的載運 但第一個我們要講財務誰來解決 高鐵本身好不容易已經撐了那麼久 台北的捷運是撐了三十年 有六百萬人去支撐 我不反對高鐵來屏東 但這個高捷運本身要地方政府去做財務分擔 高雄市政府屏東建設我要做財務分擔 他現在壓力已經很大了 沒有錯你說以講這種 然後我們不反對 如果我們財務允許我當然支持 但高鐵本身是一個高運載量低碳快速 而且高運載量的一個快速的一個載具 那這樣的一個快速進來絕對是會比高捷 比我們目前在整個區域發展更快更更需求性更強 那我們畢竟屏東縣不是一個都會型的城市 屏東縣是一個比較狹長而且遼闊的 佔了台灣的二十幾班的土地面積 對一百多公里 你說拉捷運基本上他要支撐的財務負擔很大 您前院長提過一個叫做恆春觀光鐵路 這個到底可不可行 這個我們當然也樂觀其中 但問題是這個鐵路它是一個以觀光導向的一個到恆春半島 所以會大概是在恆春半島 但我們這個高鐵進來 它是高快速運載量穿越進入屏東平原 我想我們最重要是高鐵最屏東的需求 是我們擺在所謂是整個主動脈裡面缺了這一腳 希望能跨越高屏溪完成整個高速鐵路的整個台灣的這樣的一個拼圖 這對高鐵而言是最後一旅路 對屏東而言是新的打開門戶的第一旅路 所以高鐵難言最終的目標就在屏東市 對 那當然你主動脈沒有來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做支線 講不管他銜接未來的鐵路系統或公路系統 因為屏東太寬大 那未來的市府才能夠談到 談到到其他的地方 如果連跨越高屏溪都那麼困難了 何況很多人會想我不住在屏東市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到屏東 是 但是這是一個城市進來的一個帶地 那如果進來之後才能夠沿街再談到未來往東部等等 這些才是主要的 也對整個屏東平北地區 包括屏東平原潮州橫沈漫島這邊才有一個需求 那第二個剛剛主任提到說 這個橫沈機場 過去橫沈機場是因為他當初也是因為交通這些人 我們跟他講在過去日治時代的時候 他就有機場 這個機場是在的 這個他是一個十字型的機場 你當初民航局的人 我們一直跟他建議 你還要東西像快速 東西像跑道 但他只有堅持要做一個南北向的跑道 南北向跑道碰到洛山峰一來 不能跑 不能跑 然後他會側風會怕 他不怕逆風只怕側風 所以他變成了 他這個就是跟蛋跟雞哪一個比較先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把硬體設施弄好 然後你直接講說他沒有 你沒有航班 你不准他飛 所以他當然沒有經濟效益 所以這是一個好像說橘子跟蘋果是不一樣的東西 同樣是水果 就良性循環跟惡情循環 你如果班次越少 那理科就會越少 那當然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安排了假期 買了票之後 結果又停飛 你說你說這個這個旅行社 或者旅館怎麼去做配套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高鐵到屏東的問題是 我們一直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高運載量 他才能夠讓我們屏東未來在整個產業鏈 我們從國道整個西部幹線 每一個縣市這邊的發展 或是高鐵之後 甚至有人在質疑說 高鐵彰化是蚊子館 我們看看這個站 這個導播給我 你把它 他是因為高鐵主幹線經過 那你彰化 彰化地圖在這裡 你把它設在藍彰化 北彰化當然離台中近 離台中近 他跑到台中走 這是一個設站的問題 設站的問題 設設地點的問題 嘉義也是 所以如果在雲林跟這個嘉義當中 那個當時不要設在太保 看起來沒有錯 這是站體設計問題 那我們不以置評 這是當初他們評估站要設在哪裡的問題 不是地點 不是說到那個縣市就錯誤 絕對不是 因為他是必經之地 那你要這個站體的設定 就要去考量到整個區域交通的一個需求 那所以我們會選擇到由燕朝拉到屏東或拉到屏東 或是 現場對燕朝到屏東這一條線 你是比較prefore 我個人認為他是第一個 就比較 我不能預算 我不是我沒有決定權 這是交通部所評估的 就是說從新走營拉過來 從原來的假案是共鬼共過 那你所謂剛剛所謂的九百四 是他們虛擬的高雄鐵路地下話說要用那個路廊 那根本不可行也不會 是他們自己去被也沒有從來沒有去評估過 那好共鬼的部分不可行 這是假案 那已案就把原來你所謂的那個路廊要弄出來 這個也不可行 秉案就從新走營拉一條線到屏東 不管到任何一個地方 拉一條線到屏東 第四個案是從燕草拉到屏東 這是最快十八點四六公里 新走營拉到屏東要二十幾公里 所以長度長 施工時間比較長 發揮的費用都會比較貴 那我們不管假案 宜案 丙案 定案 我們希望交通部趕快定案 而不是用把它吃案 然後用模糊的所謂的模糊交點去做可行性評估 不知道評估何年何月 現在地方上反映熱烈 我那天在電視上看到屏東的議員 大家群其激昂 是跟中央請願 所以你能把地方現在 到底大家的心聲 跟觀眾朋友稍微講一下 是這樣齁 我知道我是在地屏東 我當了二十年的民意代表 我很清楚這種交通漏差的人民 漩民一種被剝奪感 期待的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這樣的輪替 能帶來一些新的交通契機 那這一次呢 因為是交通部自己公佈 那我們呢 我在行政單位 我也循著行政程序 五二零之後我六月份 帶了我們團隊 帶了整個屏東七大重大交通建設的方案 去跟面見部長跟賀成部長報告 六月份跟他報告 七月份跟國華會主委在辦公室報告 八月份到行政院院長辦公室報告 九月份跟總統報告 這個都是循序漸漸來跟他們報告 我們希望趕快的就是去做可行性評估 不管什麼案哪一個案 我們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最節省的公堂 然後最有效率的縮短的時間 能來完成 但我們知道一個國家重大公共建設 都不是一年兩年都可以完成的 做好之後都我們都不在位了 這個是為整個下一個世代 我們如果用主持人是財經專家很清楚 用十年做一個世代的話 這是為一個下一個世代的交通平權來爭取 這一代我們不爭取不做 將來是會後悔 那第二個部分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屏東的議會不分黨派大家一言跳出來 這是長期大家的痛 包括公民團體學術單位 因為我們認為大家分進合集 我個人在行政單位我透過行政程序 那公民團體或是民意代表大家各自管道 同時發生分進合集 我們期待唯一共同的目標 就是高鐵能燃延才有交通平權 好我想這個現場把這個高鐵的燃延 這個講得非常清楚 回來之後我們來看它的效益 如果能夠燃延對屏東縣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 這個在各方面的發展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一年到墾丁 大概遊客有800多萬人 那個800多萬人其實在台灣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景點 肯定從聲納開始到一大堆活動 它經常都人山人海 那如果說有高鐵對屏東 它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效益 我們請現場跟我們評估一下 稍微來 我們來請現場來告訴大家屏東縣民 大家上上下下都非常歡迎高鐵能夠到屏東 那麼在過去的發展來講 大家都知道我們印象中 很多人都到過這個墾丁去度假 那墾丁吸引的遊客 800多萬人 如果以800多萬人來講 這樣一個流量 理論上它可以支撐高鐵的營運 應該不會讓高鐵賠錢 所以我說這個高鐵如果延伸到屏東 到底對屏東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應 現場有沒有評估過 我個人認為我不是財經專家 但我認為這些數字都可以換算 以一個人的消費量 或是說以一個人這樣 或是我們不要講說未來帶來 對 我們節省這種轉車換車的一種交通支出 或是等待的時間用來換算的話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墾丁並不等於完全的屏東 墾丁只是恆春半島裡面一個重要的點 那屏東縣這麼幅地遼闊裡面 它能夠銜接的是在整個區域的發展 恆春半島是一個觀光區 東港地區也觀光區 未來一八五縣原住民部落 包括客家聚落 甚至在北屏東這裡 這些都是一個交通重要的節點 它不但是農業生產的基地 也是工業生產 那尤其我們認為會帶來很大的一個經濟效果是什麼 我們這一年來努力的招商 但是招商的過程裡面 碰到的就是 你屏東不夠空 要邀請 要來這麼大 來交通就很慢 整個巴雅要過來 都每一個一聽到說屏東好漂亮 好遠 它的整個成本 如果來這邊洽工 或是我們工部門聘請 有些學者專家來做屏東做研究報告 做規劃做評審 他們都說我不去 因為領了兩千塊的這個車馬補助會 來回六個小時 他們才能回到上班的地方 最快是六個小時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對我們發展不利 包括我們目前招商 你像未來幾個工業區的閒置的土地 招商之後 他們認為可以來取代的是 如果高鐵來了之後 或是未來交通設施改善了 未來屏東的發展是比較 願景比較強的 不但從產業鏈從觀光 從運輸成整個快速的物流 人流金流等等 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 我相信很多的財經專家 會去做這種模組 這種model的一種分析 那我個人沒有具體的 這些所謂經濟效益的數字 我相信我們也會去做這樣 現場這段時間我了解 你在招商其實非常賣力 那到現在為止 最少我看有二十幾家上市櫃公司 也到屏東去設廠 這裡面包括我看小新也去了 所以這個小新這次擴廠 他從雲林搬到屏東 屏東是他將來生產很重要的基地 所以我想這一段時間 你可以不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說將來你怎麼樣歡迎 這個在北台灣的這些企業界 到屏東來投資 是 我們非常樂見企業界到屏東來 因為為什麼要工商招商 我們傳統榮漁業的發展以外 工商業對我們的就業等等 這些是有很大的幫忙 所以我這一年來積極的招商 連巧新這個是全世界所有的超寶的鋼圈 都是他生產的 然後連英國女王的坐車的鋼圈也是他生產的 練得出來的所有世界大廠的鋼圈都在生產 未來是在屏東生產 而且是最新型的 那連圓巾世界最新型的 這個太陽能的一個模組 都也在屏東設廠 土地都恰好了都開始要新建 廖國榮的圓巾 對 包括有很多包括你這樣中碳 全世界的鋰電池 也在我們平南工業區 最新的一個鋰電池的一個用墨烯的鋰電池 這個都在屏東 我們積極的招商 原因是希望創造就業 那我相信未來高鐵如果來 這個就業會更多 那以目前我們這種招商的狀況 對 如果對一個電子產業 可能這個不足為奇 但對屏東而言 已經有25家上市貴公司 在我們這一年多次在屏東繞腳 而且投資金額高達250幾億 那對我們傳統 所以有人投資你才能創造就業的機會 沒有錯 你沒有創造就業的機會 這個城市會越來越蕭條 而且外移會越來越多 你現在外移嚴重嗎 我看屏東八四三萬五千人 對 那因為八四三萬五千人 也是在六都以外第二大線 彰化一百萬 過來就是屏東嘛 那我們認為說以這樣屏東的這樣的積極招商 絕對會創造更多的就業 第二個呢 我們也讓年輕人回流 然後可以在自己的家鄉 然後自己的家鄉 孝頌父母可以在自己家鄉創業 那除了這樣以外呢 我們認為這些產業拒絕 它才有一個生產鏈 昨天很清楚說一個製造廠進來之後 只要是不具高污染的製造產業 它的中下油產業會連根的整個包括 我們也希望他們研發基地也在這裡 那這是工商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們的服務業也很強的 餐飲 五星級飯店 我想全台灣五星級飯店密度最高的 那這樣一個服務業帶動了就業人口 或是我們傳統的產業食品加工 全台灣最多的都在屏東 食品加工是讓我們來自於豐富的 農漁序的一些隨產品 或是農產品的加工 創造它的附帶價值 我想這些是傳統產業裡面 我們要讓它再加值的 那工業的部分 包括服務業的部分 這個都不在花下 我剛剛講的 這個投資的都是只有工業的部分 那其他呢 我相信我們身具信心在屏東 透過這一波的招商 我們單一窗口之後 我們期待的是一個垂直整合 但我們還是希望的 我們中始具備了那麼多的條件 但是對於整個交通平權的部分 還是我們縣民最期待的部分 等一下回來我們要請縣長來告訴我們 這個我老家是營臨縣 今年登輝營臨縣辦 那辦完我相信很可能在屏東 所以我們先議設 如果屏東要辦下一次的燈會 現場有什麼樣的想法 來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稍後回來 我們節目見見尾聲了 我想在最後的單元特別請教縣長 我相信你在這段時間你兩年的任期 我相信縣民對你的評價都很高 那這當中其實現在每一個縣市 像我們現在六都他拿走大部分的預算 剩下那些縣市都很難做 我想很多人都在台高足 那你這段時間你對這個財務的這種整個整頓 其實有很好的成績啊 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是因為齁我們大概就任前了 大概整個很清楚整個國家的財政數字化分法 是不公平的 在立法院的時候我一直講要修法 那還沒修法之前我們只能自立自強 簽怎麼樣一個開源截流 正本清源 那我屏東縣呢 我們自己自有稅收融業縣 自有稅收又少 那國家的整個一年的 將近兩兆的總預算有62%是發在六都 其他的縣市才分24% 那你像屏東只能分到4%多 那這樣4%多怎麼做建設 那我們有部分要去做篩檢 所以用計畫型的或是爭取重大的一個補助 那我個人認為在上任的時候 人家講說屏東的財政要拼臨這個破產 其實是沒有 我這兩年我認為很自豪的就是說 我們兩年來連編的預算 到第三年所編的預算裡面 並沒有任何的舉債 也沒有賣土地 沒有舉債 然後還可以編預算 還可以在今年度又增加了24億的總預算 然後就是重要的就是爭取這些計畫型 或是一般型的補助來介紹 那把一些不必要的開支 然後來縮減 最重要 我們還把原來的長債 連續到目前為止 還了兩年多 兩年多都翻了三次 還了六億 短債 我這個基金的短債 我把原來的短債 有八十八億多的短債 降到現在剩下四十二億的短債 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 這是在整個縣市裡面是非常難能可貴 這個臺灣市那一市長也是以減輕債務為止 這個我們認為是對我們是一種激勵 但是統籌分配稅款並沒有因為我們努力改善財務結構而給我們更多 反而是更少 這個是 所以我們要跟希望統籌財政縮字化分法能夠來重修的一個原因 能夠把你像屏東土地面積那麼大 那你說臺北市一棟大樓的人可能一鄉或兩個村莊的人 但他不知道這兩個村莊或是這一鄉裡面多少的基礎建設 有農路有產業道路有水溝路燈 柏油路面要鋪 但是一棟大樓不用啊 有這麼多的公共設施要去做 所以這些都是城鄉的肉差啦 所以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改善財務結果是我們目前認為不能再留下一個世代 我們要為下一個世代的不管誰來接 或是下一個世代不要去背負這樣的一個債務 能夠在運用有限的資源裡面去做公共建設跟投資 包括剛剛主持人講的燈會 我們當然希望燈會能夠到屏東 現在在現場在最後的時間 把你未來這個爭取燈會跟燈會在屏東縣 可能性機會多高呢 你怎麼如果是在屏東 你怎麼來辦他 我想 機會多高我不敢 不敢因為我不是決策者 但我會努力爭取 因為畢竟西部幹線 從公元兩千年的臺灣燈會走出臺北市之後 所有的西部幹線的城市 每一個縣市都辦過了 唯獨屏東沒有辦過 所以我這個錶一列 我一看下面要填屏東線 對 所以我認為說在我當現場 我應該有積極來爭取 但決定權在交通部 他有沒有要合給屏東 我不知道 我已經去做整體的報告了 那我們也做好了準備 未來如果燈會有機會 能夠給我們屏東 有一次機會的話 我們會整合連土地 這個這個一個用地的取得 包括整個整合 從工部門到師部門到民間 大家共同列為是我們在稱取 城市光榮象徵的一個主要 所以那如果屏東燈會來 我們預估我們自己要去募館 募一役 所以我們也更希望 如果燈會提早公告 能不能來 我們要趕快展開很多的 私錢的籌備 現在這個燈會跟你在這個 像肯定這種發展觀光 能不能將來有更有效的來結合 那當然是要結合的 因為大家各縣市積極爭取燈會的原因 是因為他帶來的產業的觀光效益 但是他因為時間比較短 但是你一定有他的觀光產業效益 那你帶來人來就 人一來就錢就來 然後地方就有 大概大家可以去做 因為只要人來都會吃喝玩樂 住購物 因為我住恆春半島 我很清楚 這個原本評級的地方 因為觀光帶來了產業結構鏈的改變 因為人來才有才有錢來 才有物品可以賣 才可以辦手禮才可以住 才可以去做很多的預熱 這個部分 就跟著產業結構鏈的改變 那也是因為觀光這種無原充產業 帶動的一個產業鏈的革命 所以我們在屏東定位一個 曼火的一個城市裡面 共大交通建設 讓我們可以分支分業的到其他的 從幾個區域的一個平衡來發展 所以我們認為屏東登會如果來 我們當然我們會全線以舉全線之力 我們也經過議會的同意 也大家都支持希望能爭取登會 那最重要是高鐵藍連屏東 對屏東整個產業結構鏈 或是對於重大交通建設裡面 還給屏東一個公道 長期交通被沒落的一個公道 應該還給屏東一個公道 我想這個縣長在立法委員生涯二十幾年 現在這個變成縣長兩年來 我相信你在地方的投入 縣民對你高度的肯定 那這一次對高鐵的難言 我想你已經有備而來 所以我們也期待這個交通部 重新審議之後 好好來回應縣長的要求 讓屏東縣民能夠有一個回家更便捷的路 好 這個大年初也恭喜大家 在新的一年 那麼新享事成萬事分通 那麼今天我們時間到了 謝謝縣長 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同一時 請大家繼續收看 再見 好